好 減損 損失我就不會什麼 但累計減損 異是重估價而產生的 好 最後回到我剛剛講的喔 那我怎麼知道它是評價損失 還是重估價的損失 我說我只能從文字上可以告訴你 好 因為它這裡告訴我說 重估 異 它的公民價值 它已經告訴我是重估啦 所以呢 我就當作它是重估價而來的 所以呢 它就不懈累計減損 我就直接去承認它的損失 代計它的固定資產了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的房屋直接減少83.9428 因為我要把它的帳面價值調整為公民價值 重估 異 的公民價值 所以我直接承認 那我的房屋要減少這麼多 那我的介紹科目是什麼 第一個 我先把之前一樣啊 我的會實現重估增值充掉 好 原來我是會實現重估增值七十一萬 本來是七十一萬 然後呢 我呢 差七年 是不是 差七年 我轉了一次 二零二八六 好 差八年了 我又再轉一次 因為它即將體貼折舊 十一萬年兩百八十六 所以我再轉一次 二零二八六 所以差八年我調整 還沒承認這個重估價之前 我的 還沒做重估的調整之前 我的累計那個會實現重估增值 從七十一萬減少二零二八六 減掉兩次二零二八六 所以我剩下六六九四二八 我這個時候剩下六六九四二八 好 七十一萬減掉 二零二八六減掉兩次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我現在的帳面 我的會實現重估增值的余游剩下六六九四二八 所以跟剛剛一樣啊 我今天也做了重估價 所以我先把前面的 會實現重估增值的部分先減少 所以剩下來不夠的部分 我再承認我的重估價損失 不是承認減損失 我承認重估價損失 好 所以呢是六六九四二八 所以我是重估損失 這兩個中間的差 剩掉八三九四二八 所以我承認十七萬的重估增值 大家看懂嗎? 跟前面的勢力一一樣啊 因為我今天也做重估價 所以我先把會實現重估增值 先充掉不夠的 我再承認減損失 可是這個時候呢 因為它是重估所產生的損失 我就不叫減損損失 我直接叫做重估價損失 好 就跟減損損失不一樣 因為減損損失的話 基本上它的代方科目 會是累積減損 好 就是如果它的那個公元價值是320萬 如果是370萬呢 好 我用紅色的替寫 如果是370萬 所以呢 我的累 我的損失的金額就沒有83萬7千那麼多 83萬9千那麼多了 我是減掉50萬 所以33萬9428 我的重估價損失就這了 好 那第一個 一樣啊 我先去檢查 如果你有未實現重估增值 有萬萬 我未實現重估增值有六十幾萬啊 所以先去補充它 所以是33萬9千8 428 然後我的累 重估價損失呢 未實現重估增值是33萬9千 428 對 就是充你的未實現重估增值啦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這邊是不是公元價值如果是這樣的話 好 那因為它採取禁額法 對不起 禁額法之下 我們跟前面一樣喔 我先把它的帳上的成本先跟累積折就對沖 因為它已經採取禁額法 好 跟前面一樣 禁額法是不是一樣 我要先做一個分路 先把它的前面的累積折就 因為兩年累積折就 你提了二十二萬零 二十二萬零五百七十二 所以我先把它借累積折就 累責二二零五七二 再房屋 因為它已經到處了 它採取禁額法去做它的重估價的快遞處理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前面 不管你是320萬的公里價值 還是370萬的公里價值 你先要把 因為它都是採取禁額法 所以先把累積折就 先跟房屋對沖 然後再調整它的 重估價日的公里價值 好 所以就是362頁 市令四所寫的分別 這樣看懂嗎 這樣看懂嗎 好 好 那我們找一個例子 找一個例子 好像課本上說 因為其實這本書我說的 它的特定是 評課本上的勢力 它其實是比較複雜的 所以比較複雜 但難度比較高 公里的例子都比較簡單 好 公里的戲 都比較簡單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呢 好 看了一下 我們再看第5 309頁 第5頁ero the the race 我們很快地看一下這個 limb 好 有一個瑞智公司 超偶年出399頁碰上賬中 就根據剛剛講的示例 好 我們來做一下 好 那個 超文年初買電房 廠房一夠 成本520萬 估計用20年產值20萬 產值千百一倍折舊 然後瑞士公司對不動產場 及設備的後續平台都採取 重估價模式處理 好 那差8年 它的重估價之後的供應價值 是504萬 然後年限跟產值都不變 一個按比例法或進額法 來做它的重估價的分入 好 一樣跟前面一樣 我先把這個數字打一改就好了 好 我們先把這邊改一改 因為我們跟前面一樣 我們重新計算 好 它原來的成本是520萬 好 520萬 然後呢 它的殘值 是20萬 減掉20萬 然後用直線法 20年 所以每年提的責就不用試 25萬吧 500萬 所以每年提25萬 這是X5年初 然後我們看一下呢 現在是什麼時候 X8年底 所以經過了幾年? 經過了三年 五、六、七、八、四年 好 是X5年的1月1號 到X8年的12月31號 到X8年的12月31號 一共4年 所以它的累計則就是100萬 好 它的帳面價值呢是520萬 所以它的帳面價值是420萬 那現在要告訴你說 我從故家那天的公平價值是504萬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它增值了多少 504萬除420萬 所以你也是20% 好 所以呢 第一個比例法 好 一個是那個進額法 然後比例法的話呢 因為一樣是1.2倍嘛 所以呢 我們來 所有的數字 如果 好 先上來進那個比例法在下面 所以呢 我把它從520萬 要增加20% 所以520萬乘上20% 所以我的房屋 好 假設它的廠房 你叫房屋好不好 104萬 好 520萬的20% 我們現在第一個採取是比例法 104萬 然後呢 我的累計則就 原來是100萬 那我漲了20% 所以累計則就變成20萬 所以累計則就變成20萬 剩下來的是84萬 就是我的什麼 未實現重複爭 好 就是如果按照比例法 好 那如果按照進額法的話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進額法 就把這些數字擦掉就好了 好 原來它提的則就已經什麼? 累計則就已經100萬了 沒有100萬 所以420萬 我從520萬變420萬 那我要把它增加為504萬 所以我的房屋是增加104萬 看一下齁 看一下這裡 看一下這裡 100 420萬 先加為100 對不起 84萬 好 增加84萬 好 增加84萬 我想問怎麼分錢呢 你看看 好 因為這個增值 你會在那個增值上面 所以這邊要把你死亡 好 這是第一個 它要做的 重複的時候 重複價呢 你用成比例法或進額法 好 那你做X8年底 保護重複價的分路 然後第二個是計算X9年 和體內的折舊費用 好 它的折舊費用呢 是我們現在是變成是 你也可以算 原來的25萬也乘上1.2倍 你也可以重新去計算 結果會是一樣 也就是說 我現在是不是504萬 減掉20萬 然後去除剩幾年 我現在剩下4年 剩下16年 16 做我每年級的折舊費用是 30萬2500 好 所以呢 差9年 30萬2500 2 30萬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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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看懂嗎 好 你就是說 你把我的賬命價值 現在是504萬 除以減20萬 因為產值不變 那我連結不變 所以產值還是20萬 所以呢 504萬 減掉20萬 然後我剩下幾年 16年吧 20年 我已經過了4年 所以剩下16年 所以除以16 所以我每年級的折舊費用是 30萬2500 然後呢 因為第三個例子呢 它說 我呢 它是配合轉出 好 不考慮所得稅 所以呢 它的重複加在調整的分路 好 也可以什麼 30萬2500跟25萬之間的差 所以我每年調整5萬2500 那我說你也可以把這個金額去除 16年 因為直線法 它提列的方 則就幫忙是直線法 所以你也可以配合 它是直線法 所以84萬除以16 一樣 五萬2500 這是利 施力來這個心 練形成的利 好 就把剛剛所做的施力的 完全派用過來 好 好 看一個神經病 來坐這邊 這邊有多位置 裡面沒有桌子的樣子 沒有桌子 你不好寫字 不好多練習 雖然題目上 這個課本上面的施力都寫得很清楚 施力都寫得很清楚 施力都寫得很清楚 施力 但是你要跟著自己 從手做一次 好 對 這是施力 裡面什麼問題 好 應該跟後面的答案一樣 我給你看 好 我是一想 應該是要什麼問題 好 好 今天OK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呢 我們很快帶一點點 因為東西又要休息了 這個例子都還蠻簡單的 那我們現在要談一個 如果值得 我們現在是某一個設備 去做這件事情 那現在我有一個設 一組的 好 一組的 或者是某一個部門 好 我想要把它處分掉 好 你看 這個定義為360頁的 所謂的 再出售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呢 它的 國際會計準則五號公報 規範了出售非流動資產 及停業單位的會計準則 還有專門一個公報 在談這個東西 所以它單獨有把它打出來 包括我們的附入人的投資性不動產 它也一則公報 專門在講投資性不動產的會計處理 對 我們的課本上面 都會把它單獨列示出來 這個問題是什麼 好 它就講的是什麼樣的情況 什麼樣的交易可以屬於這個 在國際會計準則裡頭 非常強調它的定義 就是說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是怎麼樣 可以定義為這個條件 然後才可以用自己的會計處理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呢 在改個十三頁 什麼叫做貸出售 非流動資產大家也很清楚啦 只要不是流動資產 它們叫做非流動資產 那非流動資產 我譬如說好了 我某一個辦 某一個部門要把它關掉 我要把它組分掉 好就是叫體驗單位啦 我在第二章裡頭講過 我體驗單位的會計處理 那我們對體驗單位的會計處理呢 或者是不是一個單位 而是某一組的設備 好 某一組它不是單獨一個 好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一組的資產 我要把它處分 那我們處分的時候 我們要把它定義為代出售 有什麼樣的條件規定 請你看一下363頁 好 它說呢 什麼樣子情況之下 才能夠叫做代出售 必須是要有一般的條件 而且依商業慣例 會立即出售 好 而且是高度很有可能出售的 非流動資產 好 它什麼叫做高度很有可能呢 是第一個 好 管理當局已經核准出售 非流動資產的計畫 已經公司內部已經核准了 然後再來第二個呢 不但核准它已經積極尋求買主 而且呢 確定能夠完成出售交易 然後再來呢 是已經參照出售非流動資產的 淨公民價值來洽商交易 就是說它不是什麼跳樓大翻賣 它只是一般的公民價值的評價方式 會當它的交易的價格 然後呢已經積極的尋求交易 然後這個出售呢 預計一年之內可以完成 然後再者是很少有可能 有什麼樣的重大因素導致它 這個計畫國法執行 好 所以它有這麼多的一個五個條件 然後才可以定義為高度很有可能出售 也就是說非流動資產它如果要儲分掉 它要決定為是代出售必須有這些條件之下 它才可以重分類為代出售的非流動資產 那代出售的非流動資產或體驗單位的話 它的會計處理怎麼做就是接下來要談的 好 那後續會計處理呢 你就看一下好了文字上面跟前列一樣 就是我們從後面的例子去解釋前面的文字 就是你看你知道它的會計處理之後 你就去看前面的文字的一些規定 或者是文字的敘述 你才不會覺得很抽象 才不會覺得很抽象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不過這邊有一句話非常重要 第一個呢 好 我們在重分類前跟重分類之後 我們這個稍微看一下它說 重分類前呢 我要適用之前所用的會計準則的規定 調整它的帳面價值 你說該提則就還是提 好 所以在重分類為代出售的非流動資產之前 它之前該做的交易會計處理都要照做 那第二個呢很重要的一點是 我依它的帳面調整後的第一個動作做完之後 帳面的價值該轉列為代出售非流動資產 第三個很重要 你轉列為代出售非流動資產之後 因為它就被在使用嘛 你既然是已經代出售 你就不會再使用這些資產 因此你是不用提煉折就 不用做貪銷 不用做折號 好 所以這個很重要喔 你已經代出售之後呢 你就不用做這些折就折號這些的動作 好 那但是在你還沒有出售之前 你期末還是要評價 那評價的時候 它用什麼 進攻領價值與帳面價值 數依法來評價 好它不是跟可回收金額喔 因為它既然已經準備要賣 既然要賣 它就是什麼 依它的進攻領價值來評價 所以這樣一個結論是什麼 第一個 你在轉為代出售負責任資產之前 它該做的快捷處理也是這樣做 第二個轉捩的時候 是依它的賬面價值來做它的調整的金額 第三個 它調整為代出售負責任資產之後 又再做成本分攤 因為它沒有使用它 它沒有使用它 那不做成本分攤期末還是要做平價 它評價的時候 它是用進攻領價值與帳面價值俗低法 就是說這兩個來的比較低 換言之它只承認損失 一樣不承認會實現利益 那它評價的時候 是依進攻領價值當作它的評價金 好這樣清楚嗎 好所以這些文字它比較簡潔 它只是一些規定 好那某些東西你其實是可以想必 當然了比如說我既然都已經代出售了 我沒使用它了 有必要做成本分攤嗎 因為折就折號 貪銷都是算成本分攤 那我沒有使用它 它沒有產生效益 沒有效益 它就沒有成本的問題 好所以這個要以連貫的一個判斷 那個觀念的一個連續下來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事例5 它就比較複雜一點點了 好所以我們先講一部分就好了 好先休息 讓我們再看事例5 今天我們的討事例5 跟事例6講 我們大概做什麼 就這樣 謝謝